我自己是2012年開始接觸印度母 當時我自己都是在Fitness Club 當時都是健身、減肥 其實初初不知道有印度母 就知道有Yoga 瑜伽是印度帶入的 就是想學瑜伽 誰知那個Club 有一些跳舞的課程 因為都很喜歡跳舞 原來是印度舞 很好玩 所以就載了 以前沒有學過任何舞 第一次來跳的時候 看到他們一群人一起跳 感覺很好玩 很新鮮 而且沒見過這種舞蹈 是第一次接觸 然後很有機會之下認識了我們的導師Victor 他問我 Sara 你加入不加入我們其中一個藝術節的表演 然後我就說 我還沒加入過Indian Fusion 我自己也不知道行不行 然後他就說不要緊 你試一下 他們的印度母動作很輕柔 很適合我去跳 然後我看到他們跳得很好玩 我一群人有說有笑 對他們一齊有結鬧 跳一跳就喜歡了 由開始只會表演的歌 到後來對整個印度的文化都會有一些形式 發現他們的歌和舞蹈 都在表達他們那種民族的特色 藝術節的一個表演 我想對我來說 人生上我沒想過自己會踏在一個這麼大的舞台 對著幾百個觀眾 台上苦練了幾個月之後 可以得到全場這麼多人的歡呼 其實真的很深刻 政府舉辦一個很認真很隆重的一個演出 最難忘的就是可以和他一起 在我一個人生裏面其實他是很重要的 可以和他一起親子參與一些活動已經很難得 再加上可以在同台在一個舞台上一起表演 所以這個是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當時第一次表演 是看到他們的衣服的時候覺得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對 五彎六色的 然後有鏡片 全部人站在一起的時候 會感覺到很鮮明 上舞台表演之前 我們在酒吧裡有些派對 很多種有Bollywood night party 就是我們自己organize 和酒吧合作做一個event 你除非是做演員 要不然你沒什麼機會看到他 我們表演的服裝和髮飾 令到我好像看到 我女兒將來出嫁的景象 好感觸 好難忘 那希望將來有多些類似的表演 可以是更加豐富我的緣益 Hello Hi Namaste This is Victor Kumar How are you doing everybody 他的舞蹈是很有熱情 還有好有一種表達 是跟其他舞者不同的 我覺得他教育很好 很有理想的人 很有善 他自己對於未來 對於自己的人生很有計劃 令到我們整個群組的人 都是一群一起追尋一個夢想的人 Inde esses舞蹈是奇奇怪的 好的舞蹈 部隊 與即使我們非常有限 整個群組織 因為印印象 愉快是一種世界美好的文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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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越來越來越高 當你越來越來越來越了 印象 它是一個比較想像 從事物 一種表現 這就是印象 就是印象 之一 它是亞洲 要保證 展示自己的動作,不再移動你的 body I believed in Indian dancing,I love my country and dance,I love my country What I can say about the team is that they are really working hard What I believe within the heart is hard work never fails So I wish you they must always work together and stay together and make it happen An artist can kill an artist You have to feel me that I feel you I choose Macau because people are really nice there and they take me really as a passionate dancer that's why I decided to stay in Macau and teach people from the heart and do it with the passion Macau is my destiny thank you for watching our video stay tuned keep dancing Cheers